智能手机的潜在风险一 手机是一种非常方便的沟通工具 也是人类的一项伟大创造 尤其是当手机加网络 社交群视频新闻 以及大量的信息 让我们的生活变得便利而丰富 智能手机的出现 让通讯学习 娱乐游戏购物投资 等都可以足部出户 轻轻松松 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方搞定 智能手机的出现 应该是经验四座的 但是 它也危险万分 如果人们能够善用智能手机 它确实拥有大量的优势与好处的 可是许多孩子 甚至是成人 却误用了它 而引起了一些坏习惯 以及负面的生活模式等等 例如 把手机当成保姆 玩网络游戏 打发孩子时间等等 我们身边有不少吃饭玩手机 上厕所玩手机 等车玩手机 睡觉前演玩手机 可以说是机不离手的人 几乎无时无刻不再玩手机 因此就导致了一些悲剧的发生 例如 一名司机在高速上开车时 看了一眼手机 结果车子失控撞上护栏 坐在后排的母亲 撞破后挡风波里 被甩出车外 另一起意外是年轻人 驾驶电动车过路口时 使用手机 未看见红灯 与轿车相撞 当场死亡 到底手机拥有什么魔力 竟然让人连生命安全也不理 使人竟然连生活中的基本行为 珍惜生命 远离危险 第一院和意识都忘记了呢 先让我们一起来探讨 沉迷手机的后果吧 继续留意下期 我说你听 Safe Pro中小学生安全健康成长系列 的安全知识分享 Safe Pro保护自己 保护家人加入 来关怀父母可以持续学习的平台 记得点赞和分享 以了解更多 关于中小学生的安全课题 谢谢